今天很高興看到很多新朋友 還有臺灣的老朋友 比如田律師博士 還有剛浩森副會長 來到總統府 歡迎 近年來 國家亞洲研究局發表的研究報告 會不時提到臺灣 這也證明臺灣在區域內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因為每一個國家的政經局勢都會彼此牽動 這兩年來 我們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 提升臺灣和寧靜國家的關係 一起透過合作的方式 促進區域的繁榮和穩定 這次 各位貴賓拜訪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 我希望大家可以藉此了解 我們如何透過以人為本的方式 跟新南向國家在教育 醫療 衛生 農業發展 以及技術創新等方面分享臺灣的經驗 過去一年來 在全球的政治經驗 尤其是在經貿部分出現很多劇烈的變化 面對這些複雜的情勢 我們在自由化 法規透明 體制改革等層面 我們也都不斷努力跟國際接軌 打造一個更具有競爭力的臺灣 我們不斷持續跟新南向國家強化經貿連結 也以具體行動跟理念相近的國家 向美國提升經貿夥伴關係 我們的企業像是中油 台塑 在今年增加對美的投資 我們的農業訪問團 也在上個月到美國簽署的採購一項書 相信各位貴賓可以從我們的努力看到 臺灣是值得大家信賴的夥伴 我們也有決心跟其他理念相近的國家 一起讓印太區變得更加開放 繁榮自由 我要再次歡迎各位來訪 也很期待接下來的交流 謝謝